今年刚刚在蛇先环入行25周年 近年主力在内地发展的阿蛇 竟已有一段时间没回娘家 这日她为内地传媒拍摄节目 回顾昔日点滴 当中重临电视成一厂 一个带给她很多难忘画面的地方 还勾起当年参加香港小姐 Semi Final时在后台的画面 一厂是我的开始 因为一厂就是港姐 Semi Final那天 还记得很紧张准备出场 然后智慧她就说不用怕 我们冲出去 3 2 1 Action 然后我们就走出去 就开始竞选了 选美的时候会不会是人生中 其中一个你觉得最紧张最紧张的 当然啦 因为未接触过这些环境 还有未做过Live Show 说一次第一次 是啊 又怕自己记错舞步 记错位 说错话 又怕自己不漂亮 很多很多很多事情 紧张和担心 难得回到电视城 阿蛇当然慢慢走 懷面一下以前拍剧的地方 她一走到古装街 就相当兴奋 边走边介绍 还跟我们说了自己最喜欢 古装街哪一个地方 兼且分享了一个小秘密 如果说古装街就有很多年了 就是 但是一厂就三年多四年了 因为那时候 延期 延期 特輯 在一厂拍摄 三四年了 但古装街我想有八九年十年都有 有没有什么很大变化 你觉得在公司里面 古装街也是这样 是 很亲切 其实所有地方都是很亲切 还有刚刚刚 沿路走过来的时候 又遇到很多旧同事 是 大家见到都很开心 刚刚都见到你 在古装街这里 你还有试过激古鸣冤 那时候有没有试过 你之前拍摄那时候 应该有吧 一定有的 这些桥段 那时候拍铁嘴银牙 我都是 是 是 有的 因为经常都在衙门出入的 那时候 你最喜欢古装街哪一个地方 有这么多场景 我最喜欢这个 是 这个 四合院 四合院 因为茶楼也在这里 拍很多很多电影 《公心计》 《公主嫁道》 铁嘴银牙 什么都在里面 还有为什么最好呢 因为它有很多层 然后有很多地方可以躲起 休息 对 重游救地的同事 阿蛇发现了公司有一个新设施 搞到他很不值得地说 豈有此理 还有多了个便利店 对 刚才我才在这里说 有没有搞错 这个我们以前没有的 以前是不是可能肚饿 买都可能有部汽水机 有部汽水机 还有有部 因为有时冬天 有时夜晚 又不想喝冬的东西 他后来也做了一部 有咖啡 有烤巧克力的飲机 已经很开心 豈有此理你们 现在这么好的 你们要更加努力一点 你也得要